嘘 现在啊 你把手放到那个瓦罐里去 然后 让那只蜈蚣使劲地吸你的血 吸得越多越好 你可不能乱动啊 直到他吸满了为止 这 这 我 这什么这 你不乐意啊 不是 只是 只是只是 那只蜈蜈的毒性没那么强 你死不了的 可是你刚才还跟我说 要为我赴汤蹈火 粉身碎骨的 我现在就让你拿出 那么一点点血来 你就这个样子 看来 你刚才都是骗我的吧 不 郡主 好 好 我申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太功了 太功了 你把这只蜈蜈 给我放到小木顶里 好 好 小心啊 可千万别把他给我弄死了 别把我给了 你这 让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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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天成 你 你怎么了 来人了 快来 郡主 天上死了 天上死了 我的铁丑死了 郡主 既然他已经死了 我们就把他给埋了吧 就是你们 你们把我的铁丑害死了 换换铁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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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把他埋了吧 是 真没意思 以后 再也没有人陪我玩了 就把他放着吧 累死我了 不行 这样只让郡主知道啊 咱们还能活命 放心 这山里都是狼 一晚上的就没了 那咱们也快点走吧 铁丑死了 铁丑死了 我只好找别人了 真讨厌 真是没用 我还以为 他死不了呢 现在就没死了 他什么事 他就是给你 吴崎子 啊 这些狼狼了 他烦了 这是什么武功秘籍啊 居然可以帮化解体内的冲毒 看来我是命不该绝啊 郡主 郡主不好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那个 那个铁丑她又活了 铁丑 我得知道你死不了 有郡主这句话 铁丑就是死了 也心甘情愿 你 你 你 怎么了 铁丑 你是不愿意呢 还是害怕了 没有 没有 郡主 郡主尽管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该你了 快把首饰进去啊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好 好 可以了可以了 贴丑 你被蜘蛛咬了 也变成蜘蛛了 郡主 我没事了 我没事了 铁丑 你真厉害呀 这蜘蛛的毒性这么大 你居然没事啊 我可真没白养活你啊 这全都托郡主的福啊 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回去吧 以后啊 我每天都带你出来玩 只要能陪在郡主身边 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把东西给我准备好 撞死我了 姐夫 你走路怎么看着点啊 你这小丫头 明明你先撞着我呀 好了好了好了 本郡主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一般见识 阿子 去哪儿啊 出去玩 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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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掇剔心 怎么回是不是 啊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快追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饼铲 如果有了它的话 我的功力一定会大增的 快追呀 好 快 快点 好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跑不动了 郑主 你站在这儿干吗呀 还不赶快把冰山给我追回来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今天不把冰山给我追回来 永远也不要来见我了 是 郡主 我一定把它抓回来 给郡主练功 你可真淘气 居然偷偷地跑出去 也不告诉我一次 才回来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要不是我把你从昆仑山带出来 你能有今日吗 再这样下去 你会毁了你的前途的 朕没出息 我马上就来了 啊 你 你好好反省反省 等我回来 再好好收拾 我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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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记得 还没想到 这下而是 那目前一个个人 我每个人的资格 会也想用 我来喽 你 好 你 你 你 哪 不是 郡主 我把冰残抓回来了 真的 我就知道你能行 就在这里边 来来来 把它拿过来 你把冰残倒进去 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 它吸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用它练功一定是最强的 铁肘 该你了 郡主 你该不会是要我 铁肘 我让你把手伸进去 郡主 当你练成毒工以后 请我千万不要忘了 我叫幽 坦 枝 我不是什么铁肘 好好好 我记住了 你叫油 坦 枝 是我最中心的奴才 奴才 是 是的 等我死了以后 也是郡主最中心的奴才 我不会是 呢 我要是不是 你帮我去 怎么看你呢 怎么还要 你你帮我回来 你帮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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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冰残真是与众不同 这次一定可以让我功力大策 Zither Harp 他怎么变成一个冰人了 来人哪 快来人哪 追头 你们看看 他是不是死了 他冻僵了 没救了 冻僵了 没救了 铁丑 你真的死了 你放心 我会记住你的 你叫尤坦之 是个好奴才 那你们两个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把他给埋了 哦 对了 还有给他立上个牌子 这牌子上 这牌子上就写 端福宫郡主知奴才 尤坦之之墓 这件事可要给我办好了 遵命 遵命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长老 那哑巴被人打死了 下手的人自称是新秀派 什么新秀老仙的手下 他们来干什么 我们改帮跟他们没有什么恩怨 我看他们是鬼打鬼 跟我们没关系 不用理他们 你说谁是鬼啊 人新秀老仙的门下都敢骂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在哪儿啊 阁下是谁啊 我让你们准备的二十条毒蛇 一百条毒虫啊 你们盖坊中毒蛇毒虫向来齐备 这次却办事不力 你们全都盖死 各位兄弟 准备巨蟒阵 他们是来者不善 是 小娃子 你们等死吧 快跑 快跑快跑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尤坦之 尤坦之 尤坦之 你去看看 那几个人死没死 老先生 他们几个全都死了 一个都不喘气了 你没事啊 你没事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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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他居然没事 这小子莫过我毒死的人 居然没有事 这是为什么 难道他也是用毒高手 不信 绝不能允许天下 有比我丁春秋更毒的人 是 尤坦之 你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老先生 我还有要事 我 我先告辞了 回来 回来 你给我回来 回来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就该走 老先生 你饶了我吧 你说 你师父是谁 我 我没有师父 老先生 我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 你放了我吧 没有师父 你敢杀我的弟子 老先生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 你就放了我吧 快 快快 老先生 老先生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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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饶你命也可以 但 你必须做我弟子 师父 弟子愿意拜在你门下 跟随着你 清秀老千 武功盖世 清秀老千 天下第一 清秀老千 武功盖世 清秀老千 天下第一 天秀老千 武功盖世 天下老千 天下第一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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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 给老祖祖祖 师兄 你进来还好吗 师兄 师兄 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呢 师兄是不会说话的 也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丁春秋 你侮辱我们也就算了 不许对师父不敬 说得对 你们还真是好徒弟呀 子兄 这么好的弟子 就被你赶出了师门 我还真羡慕你呀 我让他们改头在我门下 他们谁也不愿意 哪像我这帮弟子啊 师兄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又收了两个新徒弟 师兄 师兄 你怎么连小和尚 也敢收啊 我 我 在下顿玉 是来和苏老先生 切磋棋义的 你口气不小啊 敢跟我师兄切磋棋义 虚竹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来找祖师伯的 好啊 原来你们都认识 那咱们都是朋友喽 先生 我们快 你先干什么 带 你们胆子越来越大了 怎么跟你师叔说话呢 不要忘了 你们身上 可都带着毒呢 那又怎么样 为了师父 死又算什么呢 对 我只想跟我师兄下盘棋 你紧张什么 你紧张什么呀 啊 我本身的 我本身的 好 看 你 我本身的 我本身的 叔叔 你找到 你 我本身的 我本身的 你 你 你什么人 阿弥陀佛 小僧揪摩志 听说苏老先生部下真龙棋局 发出棋铁 在下对围棋也是痴迷不已 所以想向苏老先生讨教讨教 听说苏老师听说苏老师 你二十四年 把我让她再好了 祈求五十一年 来 小虎老师 你三十二年 听说苏老师 一大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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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三十二 дonte 欸!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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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公子 公子来了 公苏慕容父拜见苏老前辈 苏老前辈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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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小心哪 这棋局可是非同一般哪 这棋局里名堂颇深 对 不知道使了什么妖魔 没错 借棋之人好像都会被 是啊 这棋局迷失心智啊 他心中只有他表哥一个人 就算以前跟我在一起 心里也只想着他表哥 原来是姑苏的慕容公子啊 久仰 久仰啊 你是青蛇老贵 原来是新秀派的丁先生 我慕容父也是久仰你的大名 玄弹大师 老衲见过慕容公子 公子爷 来 这位是大理国的段公子 段公子 你好吗 慕容公子 你好 你好 我可不好 段公子 你也来了 啊 王姑娘 啊 王姑娘 你现在才看到我 啊 王姑娘 啊 王姑娘 慕容公子 你的武功还可以 齐艺 就未必有什么剑术了吧 啊 王姑娘 哼 看着 右下角的白棋也全死了 白棋还是输了 你这不是杀捣乱吗 你接下来看 这个棋局 本来就没有人可以解开 根本就是捉弄人的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不过慕容公子 你连我在边角的纠缠都摆脱不了 还想逐鹿中原 我慕容家族完了 我慕容家族完了 公子 表哥 事不准 滚 都给他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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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千千 公子 表哥 解不开棋局 你也不必这样烦恼啊 你懂什么 我想什么 你知道吗 公子你这是何苦呢 多亏就有段公子救了你 慕容公子 你实在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盘烂棋 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舍弃家义 公子 这盘棋有迷坏术 公子不必再费心思了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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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王姑娘 你不要哭吗 阿弥陀佛 谁会用六脉神剑 是大理的短正存吗 我们老大才是正牌的大理钻石 其余的全都是冒牌花 我徒儿也来了 我 四大恶人拜见聪辩先生苏星河 我老大收到你们送来的请柬 心里很是高兴 特意把手中的事情都搁下了 前来下棋 公子 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不急 公子 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关石主的武功 真是名不虚传哪 当心走火入魔 哪儿来的小偷 这个是我们老大不行 是不是找死啊你啊 好兄弟 你可不能打伤这位小师傅啊 你这臭小弟也在 看我不收拾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还是想做乌龟儿子王 我可不想做乌龟王八蛋 没事吧 多谢段公子 段施主 这棋局用正道是解不开的 全用偏门更是解不开 天无趣路 后有追兵 正也不适 邪也不适 太难了 是啊 一个人由政入邪容易 要想回头 难哪 你是一师族成千古恨 要想回头 那是不可能的 是啊 我身为大理库的王子 今天沦落到这个内部 实在是愧对列宗列宗 就算你现在躲过了 可将来你死了 你也无言面对断世信任 如果你还知道廉耻的话 那就去自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算是个英雄 我这真是对不起段施祖先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段施主 退一步海国天空啊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解不了棋局 我也不能看着他们走火入魔 丢掉性命 我去搅乱棋局 你 本来是一片死棋 非要让我把你杀赶紧不可吗 老前辈 小松不会下棋啊 小师父这招棋虽然胡闹 但是先师曾经说过 这个棋局谁都可以来下 你这一招自杀了一片白棋 总也是入局的一招 老前辈 小松只是为救人性命 请前辈见谅 小徒律先饶过你 如果有人故意捣乱棋局 亵渎先师的毕生心血 那老夫可就不客气了 老前辈 小松 我 下棋便下棋 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师父的棋局 是让你随便开玩笑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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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曲 李宗盛 一位二八路 二八路 哈哈哈哈 尚尾七八路 哈哈哈哈 老前辈 这样可以了吧 小师傅真乃天才呀 可喜可贺 不敢不敢 这个不是我 这个秘密不要说出来 你自己要小心 是 无 无弥陀佛 十六子道脱靴 真是闻所未闻哪 先师布下此居 几十年来无人破解 可今日 小师傅终于破解了 这个真龙棋局 老夫真是感激不尽啊 老前辈 小僧只是误打误撞 前辈太爱实在是不敢当啊 哦 小师傅请随我来 前辈 去哪儿啊 哎 祖师伯 去吧 你进去哪儿啊 啊 我 哎 这这怎么进呢 既然没门 你就用少林功夫硬批 哦 老前辈得罪了 好 又 快 快 走 好啦 啊 嗨 ramer 啊 老前辈得罪了 快 既然进来了 为什么还要出去呢 谁 谁 谁在说话 路是你自己找的 谁也不能救你 我这棋局布了几十年 都没有人能紧开 今天你破了我的棋局 还不快点进来 你 你的棋局 你是谁 我等了三十年 总算有人来了 废后 你 前辈 小绳可进来了 你不要 小绳可 我 你怎么能拒绝了 你怎么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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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拒绝了 我 原来是个小和尚 还是个丑和尚 小僧虚竹 拜见老前辈 你能解剖我的棋局 你的聪明才智 看来非同小可 小师父 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你走吧 小僧的棋艺其实是很差的 老前辈的棋局也不是小僧自己解的 礼物我是不敢收 要是老前辈有什么要帮忙的话 小僧会尽力的 你有这番侠义心肠 倒也不错 可是 你的棋艺不高 功力浅薄 这倒也没什么 你能来到这儿 那便是缘分 只不过 你这个相貌 不大呵护我的标准 那 既然小僧让前辈不高兴了 小僧就告辞了 你轻人能有这样的傲气 也难得呀 小僧实在不敢狂妄 我是怕老前辈生气 所以才走 既然来解棋局的 都有哪些人 哦 有我师叔祖玄奈 大理段公子 慕容公子 还有四大恶人 当今天下的高手 都快来齐了 大理天龙寺的枯荣大师 来了没有 除了我们少林寺的僧人之外 只有一位 俊摩智大师 嗯 我听说 最近五林中 出了一个叫乔峰的 很了不起 他来了没有 没有 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 再等下去 也未必能等到完美的权材 一切随缘吧 你刚才说 这个棋局不是你紧的 那星河为什么把你送进来 嗯 这是小僧闭着眼睛乱走了一步 莫名其妙就解开了棋局 你闭着眼睛 你闭着眼睛就能解开我的棋局 这说明我们有福源 说不定以后你还能帮上我什么忙 好孩子给我跪下磕头 再磕五个头 这是本门的规矩 好孩子 你过来吧 前辈 老前辈 你要干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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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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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你体内的少林功力全都化去了 什么 老前辈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这样害我呀 老前辈 为什么 你竟敢如此无礼 也不叫师父 你是你呀你的 没有半点规矩 不不不 我是少林弟子 我怎么能再拜你为师呢 你都磕过头了 你已经是我的徒弟了 啊 啊 啊 老前辈 你要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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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公 搞成了 乖徒弟 你没有辜负过 现在 你朝那水潭那海长 试试看 你还没有学会本门的武功 法会的功力还不到一场 我这七十年的功力 可都全传给你了 七十年 怎么 你还不肯叫一声师父吗 我是少林弟子不能七十灭祖 你身上 连一点少林的功夫都没有 怎么还算是少林的弟子呢 你的体内现在有七十年 逍遥派的功力了 还不算是本派的弟子吗 逍遥派 你 跳一跳 试试看 哦 我 我 我是不是着魔了 没有 那是你的体内有我的功力啊 那是你的体内有我的功力啊 徒弟啊 我要你去给我杀一个人 啊 杀人 我是出嫁人不能杀生 我要你杀的是一个 大恶人 他是我的徒弟 丁春秋 老前辈 他确实是个大恶人 只是我的这点功夫 你身上的功夫 已经不在丁春秋之下了 老前辈 他虽然是个大恶人 可是你不是说 他是你徒弟吗 他当年 竟然敢谋杀我 他当年 是越来越高明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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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春秋 丁春秋 好 好 星河 他的辞职 本来是不错的 只可惜 被我引上了岔路 迷上了什么 荆棋书画 我这一身上乘的武功 他这辈子 是学不到什么了 这三十多年来 我一直希望 能找到一个聪明的 专心的徒弟 把我这一生的功力 都传给他 让他替我杀了丁春秋 可是 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缘分 原来是这样啊 好孩子 丁春秋 他一直以为我死了 所以他做起事情来是肆目忌惮 孩子 你过来 我这儿有一张图 这图上画的 是我深藏武学典籍的山洞 你按照这山洞中典籍的武功 去好好练习 就一定能打败丁春秋 我 这图上面的女子 就住在这个山洞里 你让他 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你指点指点 老前辈 老前辈 我恐怕不能去 我是少林弟子 我得跟我祖师驳回少林寺 如果天意是这样 一定要让恶人当道 那真是不可想象 老前辈 你怎么了 啊 我把七十年的功力 都传给你了 啊 今天 就是我的死期 你还不肯叫我一声师父 师父 好 好徒弟 好徒弟 你 你一定要杀了丁春秋 这师父报仇啊 嗯 丁春秋 老三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今天先饶了你 哼 我们俩的账也该算算了 师兄 装了一辈子哑巴 也够难为你了 少废话 我今天就要为师父报仇 为逍遥派清离门户 你们退下 新秀老殿 法殿无边 武功太致 天下抵立 来 这是本门的掌门之魂 现在传给你 谢师父 你是我第三个的侯爹 苏星河是你的大师兄 你知道吗 知道了师父 你现在是 逍遥派的掌门人 山洞中的女子 也会听你的号令 师父 你老提起的那个女子 她到底是谁啊 她是我的师妹 也是我一生的遗憾 是我害了她 还有我自己 徒儿 徒儿 师父交代你的事情 都记住了吧 嗯 徒儿记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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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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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徒父 那我们徒父 就会 那神神徒算 今天我先生 去要媳妇极乐世界 我们徒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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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老师 我 老前辈 我还是不能做你的徒弟 我 姑姑 我答应你帮你杀了丁春秋 我一定会做到他 不然 太过为你照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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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为你照顾你了 太过为你照顾你了 你替我照顾你了 你只要年轻了 快 快 快 老前輩也沒事吧 好 世兄 我算你厲害 我們走 讓他們去吧 不要追了 老大我們現在怎麼辦 陣龍起居已被人結了 應春秋月被蘇星賀大退了 這裡邊沒有我們什麼事了 我們走吧 那 那我那徒弟呢 要不要把他抓回去 今天天下英雄都在 先饒了他 下次再說吧 咱們走 二位 我現在必須進五曲 處理一下本派的重要事情 失陪了 如果二位願意在我這兒休息一下 我的徒弟們隨時問候 請不要客氣 蘇老先生您客氣了 您請便便 小師父跟我來 祖 五師伯 居主 蘇老前輩是武林高人 他要是有什麼吩咐 你一概遵命 是 祖師伯 師父 你終於還是丟下了徒弟一個人先去了 師父 你終於還是丟下了徒弟一個人先去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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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你坐這兒 坐 坐 前輩 我 我 我 你坐這兒 小姚派 不孝弟子蘇星和 拜見本派新掌門 老前輩 老前輩 老前輩行此大禮 叫小僧如何敢當啊 師爹 你是师父的关门弟子 又是本派的掌门人 我随时师兄也应该给你磕头 这个如何敢当 孝松不敢当 师弟 我的这条命是你救的 师父的心愿也是你完成的 我向你磕几个头 这是应该的 我是少林弟子 我不能改投别派的 你 本派掌门人的宝石指环 都带在你手上了 你 你 你就是本派的新掌门人了 不要了 这个给你 不 我不要 说好了 师弟 师弟啊 师弟 你受师父临死时的重拓 怎么能够推卸责任呢 师父将指环交给你 是不是叫你杀了丁春秋这个盘 大恶人真是狼心狗肺 他禽兽手部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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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活命 我得以活命 是因为那时候 他拱不破我所补下的 欺满顿驾之阵哪 从此 从此 我就壮龙作哑 丁春秋倒也不敢再来捣乱了 原来是这样啊 师父临终时有没有给你一幅什么图画之类的东西啊 这个吗 你是掌门人 如果不愿意说我也不再问了 不是不是 他要我到大理无量山去找他当年藏的武学典籍 还要我向画中的女子请教武功 可是这画上的女子不是王姑娘吗 难道他老人家拿错画了 王姑娘是谁 多大年纪啊 王姑娘就是慕容公子的表妹 看上去也就十来岁吧 这幅画至少是师父六十年前所画 人的相貌也可能长得极其相似 你就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 一定要杀了丁春秋为师父报仇啊 这个 这 这个小僧是少林弟子 我要回少林寺了 报仇的事儿 老前辈 我实在是 师弟 掌门人哪 你不听师父的疑讯哪 师父岂不白死了 小僧已深入空门不能乱开杀戒 之前答应那位老前辈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反正反正 反正小僧是少林弟子 不能改投别派 胡作非为 你说什么 玄难大师刚才对你说什么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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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听你的话 所以啊 玄难大师让你听我的话 我的话就是让你遵从师父的一命 做本派的掌门人 为师父 报仇啊 我 我 默容公子 你们要去哪里啊 段公子 我们应该不是同路吧 不如就此别过来吧 同路同路 我久仰慕容公子大名 再说我也很想跟慕容公子讨教讨教 段公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道理你不会也不明白吧 公子爷 我们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一起走 再说了 王爷嘱咐我早点带你回去 别多罪 慕容公子 我真的愿意和你们一块走 表哥 就让他和我们一起走吧 随便吧 王姑娘 表 表哥 他什么时候对我 那我对他表哥十分之一就好了 王姑娘 公子 公子爷 人家既然不喜欢我们 我们干嘛还跟着人家 不是有点死皮赖脸吗 你说我死皮赖脸 不不不 我是说 我是说我死皮赖脸 这条路又不是慕容家修的 为什么我不能走啊 再说 那个慕容父老是欺负王姑娘 我必须保护他 真是有其父不有其子啊 王姑娘 王姑娘 你累了吗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 段公子 你还跟着我们呢 你还是别跟着我们了 我说段公子 你们大理国的男人 是不是都有点那么 那么 我们大理国男人怎么了 至少大理国的男人 都懂得疼惜女子 不像有些人 这叫做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 跟屁虫吧 你 你 公子爷 咱们走吧 省得跟人家受气 不行 我要跟着王姑娘 你居然能够得到 乌鸦子前辈的抬爱 乌鸦子前辈 把他毕生的绝学传授给你 你真是福源不浅啊 祖 祖师伯 你不会怪弟子吧 不会 师父 师父 祖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祖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师父 祖师父 你怎么了 祖师父 你怎么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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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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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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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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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父 苏星河 你给我出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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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星河 苏星河 你干嘛害死我祖师父 你干嘛害死我祖师伯 你为什么要害他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 我 我绝对不敢陷 长本人 你 你 你祖师伯 是中了丁春秋的毒啊 你 你 你要想 你呀 有人呀 苏老前辈 你 你笑什么呀 你怎么了 你笑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笑啊 苏老前辈 老前辈 老前辈 苏老前辈 苏老前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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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师父 师父身上可能有毒 师父种的是 丁春秋的 三孝小魂散 失去内力者 种了此毒 三孝之后 必死无疑呀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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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让你改 你改你改叫做 你怎么改叫做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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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妖派弟子康广陵 拜见新任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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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掌门师叔 师父 丁春秋这个恶贼 他害死了我祖师伯 还害死你们师父 报仇诸奸 全凭新任掌门 主持大局 我 我非杀丁春秋 丁春秋这个恶贼不可 掌门大允诸奸 为我们师父报仇 众师之 深感掌门师叔的大恨大德 深感掌门师叔 不敢不敢 各位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啊 起来 师叔 弟子还有一事想禀告 那你说 起来说起来说 大家都起来 都起来啊 我们几个 当年被师父逐出师门 其实是师父 把丁老贼来害我们 又不忍心将我们 刺龙耳朵割断舌头 才出此下策 今日 要掌门答应 我们才能重回师门 否则我们几个 盗死都 还是 无门无派的孤魂野鬼 在武林中 抬不起头来 这掌门 我是做不了的 但要是不答应他 他们会纠缠不清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放我走 还是先答应了再说吧 既然 尊师已经答应你们重回师门了 你们就是重回师门了 那还担心什么呢 师弟师妹 掌门师叔答应我们重回师门了 大家快跪下磕头啊 快快 多谢掌门师叔 多谢掌门师叔 大家快请起 快请起啊 他们都去哪儿了 慕容公子和少林派的重高僧 他们已经都各自回去了 那我也先走了 掌门师叔 你要去哪里啊 你要去哪儿啊 回少林寺啊 掌门师叔 你回少林寺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 这个 这个 我 我很快 很 很快啊 掌门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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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掌门师叔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请起 小瑶派 还等着你回来 重视大事呢 是啊 好好好 我知道啊 我知道 一定回来 一定 掌门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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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签罗 想起步 成络 不如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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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这么快 快 什么快 慕容公子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祖师伯和师叔他们往哪里去了 慕容公子 真对不起 没有看到少林寺的几位高僧 那多谢慕容公子了 可能小松的祖师伯和师叔还在前面 我去追他们 等等 小师傅 你的武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高呢 公子 发生了什么事 等一下 慕容傅已不如 没有看出你的轻功这么好啊 我 我真的跑得很快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 小师傅不方便说 可以不说 不不不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这么跑的 很糟 很糟 一 一 两 三 是 是 慕容公子 这是干什么 表哥 我看这位小师傅没有什么敌意 你闭嘴 你懂什么 请 对不起 慕容公子 我先走了 小师傅 小师傅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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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小师傅 要点什么呢 来两碗酥面 不要混油 两碗酥面 加点混油 不要混油 两碗酥面 不要油 好 你在等人吗 这地方能坐吗 施主请坐 面来嘞 小师傅 您的面请慢用 好好好 小二 给我来上一大碗的白肉鸡汤面 好嘞 请问施主 您有没有见过四个和尚啊 四个和尚我倒没有见过 不过呢 一个和尚我倒是看见了 嗯 一个和尚 在哪儿见到 好像就在这个店里见到的 请问施主 他长得什么样子 多大年纪 他到哪里去了 他 他好像 小眼睛 大鼻子 满脸的包 差不多 二十多岁吧 嗯 正在吃两碗酥面 而且啊 还吃得饥饥有味呢 小施主 原来在说我呀 施主就施主 干吗要加个小字啊 我只管你叫和尚 又没叫你小和尚 是施主 白肉鸡汤面来了 诶 客官 您慢用 这青菜蘑菇面有什么好吃的 来来来 我请你啊 吃白肉夹烧鸡 罪过 罪过 施主 小僧一生从未吃过昏腥 施主请自便 请自便 请自便 各位之前 有没有 比方有无忧 ahn 很快 哦 快 老婆都是个陈 带人 带人 不是 也好 哥哥 回答 这虫怎么这么奇怪啊 有什么奇怪的 小二 接着 你看这个甲虫 它有一个硬壳 而且啊 还乌黑乌黑的 像涂了一层油 一般甲虫都是这样的 是吗 好 罪过 罪过 我 我 我还以为啊 你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好和尚 原来啊 也是个口是心非的假正经 我这么说口是心非了 你说 你一辈子没吃过荤腥 那你刚才 为什么把这碗鸡汤面给吃了呀 施主说笑了 这明明是一碗青菜蘑菇面 哪来的鸡汤啊 我还特别关照过店小二 半点荤油也不能放呢 和尚 你说你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荤腥 为什么吃起这碗鸡汤面来 吃得津津有味呢 和尚 我告诉你吧 你这面里啊 早被我放了一勺鸡汤了 你刚才吃的是鸡汤面 你 你刚才 你 你刚才 我 我 和尚 和尚 这样吧 你啊 赶紧把眼睛闭上 你啊 赶紧把眼睛闭上 反正就假装没看见 我呢 再给你加上一勺 我想 这佛祖是不会改罪你的吧 来 你别别别别 哎 你刚才要找的那四个和尚 从这儿过去了 就在那儿呢 下酒来了 几盘点 我 不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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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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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走了 我看这儿倒不错 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 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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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外面好多坏性 乖屠儿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我想你 我不认识 来 哪嘞 不在弟子身边 在哪儿 在辽国的云州城 到现在你还想骗我 没有 师父 弟子真的没有骗你 弟子真的把他放在了辽国的云州城 就在辽国南苑大王的王府里面 弟子到了北边以后 怕把师父的宝物给弄丢了 所以我就把他放在了 萧大王的后花园里面 他们家的后花园啊 有六千多米地呢 十分地隐蔽 除了徒弟以外 谁都找不到的 您就放心好了 既然你不肯交出来 那我就废了你的武功 师父 师父 徒弟偷您的神木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 好 有什么道理 说 师父 当年您年轻的时候 武功不如现在登峰造极 所以您就用神木王鼎来练功 可是您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 所以也就用不着神木王鼎了 师兄弟们这么大惊小怪的 其实是小看师父您了 接着说 咱们新宿派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您只不过是大人有大量 不跟中原武林人士一般见识而已 可是这么一来啊 中原武林有一批狂徒 什么孤苏慕容氏最有名头了 少林呢 也成了武林当中的泰山北斗 还有什么龙雅先生啊 大李段家啊 都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师父 您说可笑不可笑啊 这么说 你偷了王鼎 倒是你的一番孝心了 谁说不是呢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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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 除了一番孝心之外 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 一点点的私心 什么私心啊 师父 您可别怪我呀 您想 我作为新宿派的弟子 当然是希望本门 能够威震天下 弟子行走江湖的时候 像师父您一样 受人爱戴呀 这就是弟子的一点点私心 你还替我扬威天下了 凭你这伶牙俐齿 我杀了你也怪可惜的 多谢师父 本门上下 谁不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 从此以后 本门众兄弟们一定会团结一致 为本派能够发扬光大 粉身碎骨 赴汤蹈火 对吧 你这些骗人的鬼话 骗骗别人还可以 你跟我说这些 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 我废了你弄公 对吧 我老糊涂了 你这些 你这么一大把年纪 你怎么和小孩子一般坚持 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 为免太杀风景了吧 丁先生 你这么一大把年纪 怎么和小孩子一般坚持 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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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先生 丁先生 不如咱们喝上几杯如何 一笔之道 还师笔身的慕容父也在这儿 今天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破解我这逍遥散消散 来 慕容公子 算我们有缘 来 我敬你一杯 敬变责 来陛下花 丁先生 这杯酒赐给你徒弟喝嘛 逍遥三笑散 逍遥三笑散 丁先生武功独捕天下 想不到弟子更是誓死如归 佩服佩服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丁先生 星宿老怪 后会有期 你是谁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你放下我 放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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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这是哪儿啊 快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姑娘 你不要害怕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 我不信 我的眼睛瞎了 我的眼睛瞎了 我还怎么做人啊 我不信 我的眼睛瞎了 说不定治得好 眼睛瞎了 一定能治得好的 丁老怪的毒药多么地厉害 怎么可能治得好呢 我的眼睛瞎了 我的眼睛瞎了 姑娘 那边 那边有水 咱们过去洗洗 先把眼睛里的毒药 洗干净了 来吧 水 水 小心啊 来吧 别怕 这里就是西边海 来 来 我 你骗人 我眼睛瞎了 我什么也看不清了 殷娘 你不要难过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放心好了 你是谁 我 我是 我是 你连姓名 都不肯告诉我 你还骗我说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我的眼睛瞎了 我 我还不如死了好的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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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会骗你 要是我离开你 就叫我不得好死 你到底是谁 我 我 我是巨贤庄的人 不不不 我姓庄 我叫庄 庄巨贤 原来是庄前辈 多谢你救了我 能把你从新秀老怪的手里救出来 我心里高兴得很 你不用谢我 而且 我也不是什么庄前辈 我只比你大七岁 那 那我就叫你庄大哥吧 这 这 这不敢当啊 庄大哥 我请你一件事 姑娘不要跟我讲求不求的 只要姑娘吩咐 哪怕就是把这条性命拼了不要 我也一定办到 我和你素不相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是 是素不相识啊 我没有见过你 你也从来没见过我 今天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还说见面呢 我永远都见不着你了 没关系 见不着更好 为什么 我 我 我的相貌长得极其丑陋 只怕姑娘见到了 又该不高兴了 你又骗人了 天底下最稀奇不怪的人 我见多了 我有一个奴隶 我给他头上带了个铁套子 永远都戳不下来了 那才叫难看呢 你要不要见见他 不 我不要 你的武功那么高强 你刚才抱着我急奔的时候 跑得和我姐夫一样快 没想到 你胆子这么小 张大哥 我那个铁手挺好玩的 我让他给你翻跟头 还让他把头伸进老虎 和狮子的笼子里 让野兽咬他的脑袋 我不要 我不要看 那好吧 你刚才还说 不管我求你做什么事 哪怕不要你自己的性命 你可以给我办得到的 你都是骗我的 不 不 我绝不骗你 姑娘要我做什么事情 我想到我姐夫那儿去 她在辽国的云州 庄大哥 你送我去好不好 怎么 你不肯 不是不肯 只不过我 只不过我不想去辽国云州 你不肯 刚才我让你去看我的铁丑 你就不肯 现在 叫你送我到我姐夫那儿去 你又不肯 那 那只好我自己走了 姑娘 我陪你去 你一个人怎么成 哦 我去不穿过